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到有淺藍色的水和深藍色的水 香港真的見不到 我來到這裡覺得 每天可以有這種生活 很享受 她是孫妮 兩年多前辭去香港平面設計師的工作 來到澳洲Working Holiday 沒想過兩年過去 成為大埔焦潛水教練兼水底攝影師 由僱主擔保申請永久居留 決心留在這裡闖一番事業 這一天 我們一起去看看她的工作環境 究竟有多疏苦 收穫好的時候 我拍到差不多七八張照片一天 一天會賣出大約六十張照片 二百五十元澳市 除了水底攝影 沙灘、船上都有她的攝影客 現時平均每個月的人工 大概二萬一千元港幣 在香港做平面設計師好像都挺大壓力的 我當時在香港人工 九千八一個月左右 沒有花紅 沒有其他的收入 很容易令到你OT 但OT不會給任何的 加班費你 變相就跟公司做子宮 在這裡叫做沒有老闆 因為我們人工 今天賣多少張照片有關的 所以我今天做得越好 我賺得越多 我賺得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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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賺得越好 這裡的文化 他很注重這個 活動的環境 很忙的時候 他都不會迫你回到非常多日 他反而會請多些人手 寧願訓練多些新的人 令到你的工作 不會超過的 工作的環境很正 但居住的環境 他就說不是那麼理想 所謂的澳洲劏房 一間都近二百尺 我現在住了在十三人左右的 share house 我覺得人真的太多 跟不同國家一起住 雖然人好 但大家生活習慣都太過不同 居住環境的時候 會比較髒 會比較想搬回一些 小人住的地方 現在我儲了超過六成的人工 洗費方面真的花得不多 租金也是小了不夠兩成 吃的方面也是不夠兩成 大概兩年半左右 就會儲到首期 希望會買到三十萬左右的單位 三房一廳 環境會再好一點 不過說到會不會回香港 他就很矛盾了 他們到差不多退休的時候 我覺得家人都挺需要我 因為都開始老了 開始很多時間回家 可能開始掛念我了 明明自己想過來這裡 想少點壓力 想生活環境舒服點 不過 放不到家人 對 放不到家人 詳情請留意下一個洞新聞